自制生根水 牵插下软栏叶片 操作简单 生根块 下软栏呢 它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 嗯 牵插方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的这个养护得到 成活率非常的高 今天我们说一下 用一个香蕉 自制生根水 就能够轻松养好下软栏 我们找来香蕉 把这个香蕉皮呢 剪碎放入容器中 加水静置 3到5个小时 然后把这个水过滤出来 用手呢 把这个希尔兰叶片 去给它扭下来 扭下叶片之后呢 把它泡在香蕉皮水中 浸泡半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浸泡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香蕉果泥呢 香蕉肉呀 结成一小块 把这个希尔兰叶片 去给它插入到香蕉果肉中 摊好之后 找来疏松透气的土壤 连同香蕉呢 一起给它埋入到土壤中就可以 埋好之后 给它浇透水 放到散光通风处 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希尔兰叶片底部呢 就能够生根 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承货率 操作还简单 一盆啊 变多盆 喜欢的花油 可以动手试一下 咱们俩下期再见